日本的竹坡大学国际统合睡眠医科学研究机构招募志愿者进行为期14天的实验 结果发现每天喝两杯乌龙茶还有咖啡的参与者 脂肪量减少能够达到20% 为了解乌龙茶咖啡对睡眠 脂肪与人体代谢率的影响 日本竹坡大学国际统合睡眠医科学研究机构招募12名志愿者 分成三组参与研究 第一组在早餐与午餐各饮用一杯乌龙茶 第二组在早餐与午餐各饮用一杯咖啡 第三组在早餐与午餐各摄取一杯安慰剂 实验期间14天 结果发现相较于摄取安慰剂的对照组 乌龙茶与咖啡在不影响24小时内的能量代谢下 都能让实验者的脂肪分解增加20% 但乌龙茶在参与者的睡眠中发挥较咖啡更好的效果 此外一般人都害怕睡前喝茶会影响睡眠品质 近日影响新陈代谢 但该研究发现喝乌龙茶的人的睡眠没有产生差异 研究团队解释 冲泡乌龙茶与咖啡的特殊过程会让两者产生部分氧化 从而提供包含燃烧脂肪的健康好处 此外乌龙茶中的咖啡因增加人体心率 从而影响代谢与增加脂肪分解 研究团队强调 睡觉也能减肥根本就是福音 而喝乌龙茶可以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乌龙茶在睡眠期间刺激脂肪分解 与体重控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临床关联性 研究团队也坦诚 这次实验仅有两星期 未来还需实验证实乌龙茶是否能长期促成体脂肪减少 此外研究团队未来也会尝试 使用无咖啡因的乌龙茶 以区分咖啡因与茶叶中其他成分的作用 进而更精准地了解乌龙茶是如何协助脂肪分解的 中天中望 张力报道